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这期视频我会示范在电脑上如何下载Netflix里头的那些电影 因为一般上如果是在电脑 我们通常习惯上就会直接通过浏览器这里 然后打开Netflix.com 然后在这里我们就会直接点来观看这些电影 但是你会发觉到如果我们是通过浏览器来看这些电影的话 它是少了一个选项 就是你无法从这里找到下载的这个选项 所以如果你想要在电脑上下载Netflix的影片 然后没有internet的情况下继续观看的话呢 我们先把这个浏览器关掉 然后点这个start键 然后输入store 你需要在Microsoft Store这里点一下 搜索Netflix这一个APP OK然后点击安装 在这里我之前已经是安装过了 所以你会看到这里是直接点open运行的意思 OK安装好了过后就打开它 如果你是刚刚安装好的话 第一次打开的时候 它会要求你输入你的Netflix的用户名和密码 然后登录 就跟你在网站看到的是 模一样这样的格式 OK然后在这里 就比如说现在我要下载这个潘多拉这个韩剧 不是韩剧是韩国电影 然后在这里 现在你就会看到有下载的这个选项了 点击一下它就会开始下载了 看到吗 现在正在下载中 这一个就是会跑完整一个圈 然后在没有internet的情况下 还是可以继续观看这个电影 OK 然后如果不是电脑的话 在Android TV或者是手机上 iPad上的APP 全部都会有下载这个功能 只是在电脑上 如果你是用浏览器来 登录Netflix来观看电影的话 就没有这一个选项 然后需要在Windows的Store上 安装一个Netflix的APP就可以了 OK方法就是这么简单 希望这个视频可以帮到你 如果喜欢这类型视频 记得订阅给赞 谢谢